詞曲 李宗盛 一心敬禮 了名和尚 三家正空上升 十六四大宝贊王喀玛巴 圖登达爾比上升 敬禮 檀城三宝 敬禮 父母祖尊 煎熬闢神金剛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各位法師 各位同門 大家午安 那今天我們做監牢地神金剛 那麼監牢地神呢 是屬於大地的神 大地 大地的一個很主要 很主要的一個神 那麼在所有的天當中啊 地 水 火 風 這四個天啊 都有神在主宰 那我們講說這個 最富有的呢 以前我們講過在水啊 是龍王 龍王是最富有的 那麼在天呢 四四天王是最富有的 在大地講起來啊 在整個大地講起來 三神是最富有的 但是整個三神啊 整個三神跟整個地 最富有的 三 所有三神 富有的三神統合起來 就是監牢地神 所以監牢地神是屬於大地最富有的 本來是三神最富有的啦 那個山特別的高嘛 每一座山都是很雄偉 那麼它的資糧啊 就非常的充沛 但是把所有的三神綜合起來呢 就是監牢地神 那麼監牢地神 今天我們做監牢地神的博供 最主要的就是看到現在 世界的這個經濟 多那樣子的衰退 那麼當然這個衰退啊 衰退啊 很難去挽回 好像你這個中流脊柱啊 想要阻止這個經濟的衰退 力量本身不是很大 我們修監牢地神的佛供 就是以地本身的堅固 去支撐這一次的這個 經濟的大衰退 我們不是說他馬上就可以兴旺起來 不是說一做完這個佛供啊 他就可以兴旺起來 我們是希望 本來他的衰退期 可能是 五年 四年 那麼我們把這個衰退期就減低 成為三年兩年 也就是讓衰退期縮短一點 不要那麼長 因為長的話 這個所有的眾生會受苦 密教的意義啊 事無量心 就是希望眾生能夠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 離開痛苦 得到快樂跟幸福 這個是最主要的 那麼今天的附魔呢 據我所知啊 這個監牢地神 本身有下降 那麼我們所祈求的 當然會如願 當然會如願 那我們希望這個經濟的衰退啊 時間不要太長 縮短 本來是四年的 把它縮短一半 就變成兩年 本來是六年的 把它縮短一半 就變成三年 因為經濟衰退 影響所有的事業 所有眾生的事業 那麼監牢地神 以這個大地的堅固 他能成長萬物 其實萬物 所有一切的東西 都是依靠大地來成長 包括所有的動物 植物 包括所有一切的資源 能源 能源 全部是大地所生產出來 我們希望監牢地神 能夠讓大地 所生產的資源 能源 所有的糧食 所有的物質 能夠 轰轰盛盛的 一直在成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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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的时候 佛陀在菩提树下 他这个坐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 有两个证明者 两个证明 证明佛陀开悟 一位就是多宝如来 多宝如来出现 供养他的多宝佛塔给释迦牟尼佛 证明他的开悟成就 第二位就是地神董出 大地裂开 地神从里面出现 他把土地最丰盛的资粮供养给释迦牟尼佛 印证由地神跟多宝佛来印证释迦牟尼佛的开悟 所以在监牢地神的角色 监牢地神的角色 他的法力很不简单 所以人们啊 所有的人啊 像这个监牢地神祈求 他可以祈求什么呢 他可以祈求财富 也可以祈求疾病 那么也可以祈求法力 法力啊 你法力要增长 也要监牢地神 那么他本身的祈求啊 的力量很大 法的力量 财富的力量 治愈疾病的力量 任何一个祈求 都可以如意圆满 那么今天呢 我再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洗金刚 每一次这个附魔完了 就谈一下洗金刚 我曾经讲啊 密教的修行 密教修行 我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了 密教修行 其实是在合体 在合体 那合体啊 这个合体 讲的是 你跟你的本尊 合体 我们昨天晚上有讲联华生大事 联华生大事 是释迦摩尼佛 跟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三个合体 而变成联华生大事 所以联华生大事 他本身的这个法力 可以讲是超级的 超级的大法力 他有很大的power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大威德金刚 也有很大的法力 这个密教皇教 最遵从的大威德金刚 他有很大的法力 因为他本身啊 大威德金刚也是合体 他是文殊菩萨 他顶上有一个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呢 进入 进入 燕魔法王 燕魔法王 什么是燕魔法王 告诉大家 就是 炎罗王 燕魔法王就是炎罗王 敬文殊菩萨 敬文殊菩萨 为了救度苦难的众生 敬文殊菩萨 进入 炎罗王的三魔地 生出 大威德金刚 所以 大威德金刚的形象 很像 炎罗王 只是他的头顶上 多来一个文殊菩萨菩萨的像 表示是文殊菩萨菩萨 跟炎罗王 燕魔法王的合体 大家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原本是观世音菩萨 但没有千手眼 只因他很努力的去度化众生 众生总是有增无减 不增不减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度了那么久 还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观世音菩萨很灰心 但是他就一灰心就破了他的试验 就身体就爆炸 整个身体就脆了 脆了以后 他的师父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看到他的弟子粉身脆骨 脆了 他把他一片一片捡起来 然后阿弥陀佛进入观世音菩萨的三昧地 就变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合体 密教一句话合体 你今天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跟佛合体 完全的一起完全的合一 不能缺少 身体也合体 口也合体 口也合体 意念也合体 完完全全合一的状态 你就能够得正佛国 你如果跟哪一尊菩萨合体 同样的道理 身口意跟菩萨的身口意合一的话 那么合体 你就变化成为菩萨 你跟洗金刚合体 你的手印是洗金刚 解洗金刚的手印 你手印是洗金刚 那么你的意念完全在洗金刚的精神上面 他的手啊 脚啊 几个面孔啊 前身啊 手脚 都跟洗金刚一样 那么你持洗金刚的咒 让他坚固 让自己的观想坚固 你祈求洗金刚从西空之中下降跟你合体 当完全合体的时候 你就是洗金刚 这个时候你就拥有洗金刚的法力 像刚才啊 师尊拿着这个三股金刚处 不是五股 三股金刚处 那么结这个手印 然后呢 光想自己啊 一只手啊 持着日 日天 一只手持着夜天 两只脚踩在整个大地之上 那么 坚固地神他就会下降到你的身体之中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变化成为坚固地神 就是合体 所以你如果跟所有的这个 很多的尊合体 我们在密教规里面啊 有层次啊 有很多的层次 所有的祖师啊 都在中间 历代祖师在中间 最上的佛是原始佛 阿达尔玛佛 再来是五方佛 中央毕如真阿佛 东方阿诸佛 西方阿弥陀佛 南方宝生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再来底下是所有的菩萨 大菩萨 观世音 文殊 普贤 地藏菩萨 弥勒菩萨 西空场菩萨 金刚守菩萨 除盖章菩萨 八大菩萨 再下面呢 五五五大金刚 八大明王 中央是历代祖师 另外呢 你这个 修这个弘教的 连华生大士 日天夜天 连华生大士 他是祖师 那你修弘教的呢 弘教的应该讲起来 以这个释迦摩尼佛为主 他本身是以释迦摩尼佛为主要的主事 弘教 那么在白教方面呢 有的就是以蒂洛巴 纳洛巴 马尔巴 为他的历代的主事 在撒迦教呢 他就以这个本身的撒迦教主 几个撒迦主要的主事 做他的主事 那黄教的主事呢 也有这个中科巴 也有中科巴 那么做他的主事 各有各的主事 那么所有的归一术 等于所谓我们归一 归一啊 好像是三归一 四归一啊 密教的四归一啊 就等于把 所有的原始佛 跟五方佛 跟这个所有的菩萨 跟所有的金刚 五大金刚八大明王 跟所有的主事也 全部化成光 一起融入行者的身上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 真正的合一啊 完全合一 我们称为完全合一啦 完全能够跟所有的一切 通通都合一的 你跟哪一尊都相应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那是最高的理想 完全合一啊 就是最高的理想 我们现在只是修 本尊法 上师相应法 上师相应法 你就跟师尊 跟连华童子 连华童子合一 那么你合体 你就拥有连华童子的力量 在上面 连华童子在上面 就是阿弥陀佛 你跟阿弥陀佛 连华童子跟阿弥陀佛合一 你就化为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 在跟薄叶佛母合一 无邪眼如来合一 你就是薄叶佛母 那么你再跟薄叶佛母合一 在上面呢 你就跟大日如来合一 毕如则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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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上面合一呢 就变成阿达尔玛佛 就变成岩石佛 所以密教的修行啊 可以讲就是合体 合体以后呢就是变身 变身 连释迦摩尼佛也会变身啊 十轮金刚就是他的变身 他入十轮金刚 讲十轮金刚法 就是释迦摩尼佛本身的一个身 变化成为十轮金刚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合体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这个 十轮金刚里面有讲 大家要一一去理解 一一去相应 一一去合一 一一去应用 理解呢 理解呢 你就是要懂得密法 懂得密教的法 你去理解密教的法 理解了以后呢 你就要好好的修行 修行到跟他相应 他能够来跟你感应 相应了 有了相应的现象出来了 既然有了相应 你就是要跟他试验 你的试验 要跟你的本尊的试验 要一样的 意念上也要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是一一的合一了 最后呢 是一一的应用 这时候大用就出来了 大用就出来了 很大的用 所谓的大用呢 就是能够实践 这个本尊的理想 像阿弥陀佛 有四十八大愿 他有四十八个大愿望 这个四十八个大愿望 多能够成就的时候 就是一一的应用 这个叫大用 那么释迦摩尼佛 他本身的开悟 也是有大用 我们昨天晚上讲这个六祖慧能 他开悟 开悟了以后 以这个开悟去应用 叫做一一的应用 也就是大用 那么 那么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密教 就是要学理解 你要了解密教 要了解深清静 口清静 意念清静 然后还要了解 气 脉跟明点 为什么能够成就 为什么能够成就 泛身 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光明身 为什么能够得到捷悟身 换身是怎么成就的 这个就是修气脉明点去成就的 所以我认为 吃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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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吃面的 一样都是凡夫食子 都是凡夫食子 就是众生 盈盈众生啊 我们盈盈众生每一个人啊 都是吃米的 或者是吃面粉的 这是盈盈众生 但是你学密教 要懂得修气 你修了气 你虽然也吃米 但是你也吃气 你修密教 你吃了气 你就有气的power 你知道气的power是什么吗 气就是能言 就是能言 就是很特殊的无形的能言 密教行者修气 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飞机是靠什么浮在空中的吗 是因为靠气浮在空中 靠碰射它的气浮在空中 你知道汽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马力吗 是靠它的能源 你学会是靠的 你学会了气 恨色那个气 它才能够发出那么大的马力 你学会了气 你的力量啊会很大 我们现在这个体力最好的 我昨天晚上讲了体力最好了 体力最好的人就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么你学会了气 你就能够兼顾自己 自己的身像金刚一样的不坏 我们中国人讲气功 应该外国人也知道气功这个东西 也都晓得气功这个东西 气本身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密教里面他专门讲 你除了吃米吃面本以外 你还要懂得练习你的气 所有的神都有气 我讲了所有的神都有气 昨天讲神气 神为什么会那么样子的光彩 因为他本身有气 就是神气 就是神气 他很神气呀 他有神气 今天你如果气很充足 一样的你有神气 你有光彩 所以你必须要去吸气 吸气能源 宇宙的能源 是吸气 就会成神 就能够有神气 那么在家呢 再更厉害一点呢 你要去吸气 你要去吸气光源 像现在人类懂的这个太阳能啊 就是利用太阳的光跟热 吸气太阳的能源 变成电来应用 如果我们人啊 我们人在修气当中 也能够吸收太阳能 我们人本身也有光合作用 所有的植物一切都有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就是太阳能源的作用 那么我们懂得吃米吃面以外 还懂得吃气 还要懂得吃光 洗太阳的光 月亮的光 星星的光 在我们的身上 当你修成了以后 你就变成一个光体 光亮的体 这个光亮的体跟宜宙的光明海 是同样的 宜宙的一个光明海 是同样的 你成就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光体 这个是要靠修行的 所以密教里面有修这个 古灵马 这个六法 纳洛巴六法 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纳洛巴六法 是同样的一种东西 里面就有教你 如何修气 如何能够得到光明 修光 修出他的光明 修气 然后 以这个气来运转 得到光明 把你真正的神啊 这个神气给他 佛用起来 这个就是密教的原理 那所有佛菩萨的本尊啊 也能够帮助你 所以你只要跟佛菩萨合一 你也就能够运转那些气 跟运转那些光 到最后你能够 觉悟 觉悟就是说 跟佛陀 跟释迦摩尼佛的开悟 是完全一模一样 那在这方面呢 就有很多的知识 那么我在书上是这样子写 我发觉啊 我以大知会 圣位圆满 长行三昧 什么是大知会 圣会 圆满 长行三昧 就是说 进入三昧地的时候 进入三昧地 一一的破解了五大金刚法 五大金刚法 你进入五大金刚法的三昧地 你就完全破解了五大金刚法 破解了秘密中出生的秘密 从实修之中 能够解脱 能够成为菩提 解脱就能够成佛 所以我们众生啊 是有生死 有生死 我们众生都有生死 大家都有生有死 师尊也是有生有死 但是有一天你会证明到 你知道什么是无生无死 你会破解到什么叫无生无死 没有生也没有死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解脱成佛 我们讲的生死啊 并不是你的这个肉体啊 好像是说出生 从母亲那里 这个出生 不是说父亲跟母亲 我们一般的合体啊 父亲跟母亲合体 那就出生了你啊 那你还是属于物质的生啊 这个叫物质的生啊 那物质的生呢 他没有办法解脱成佛 他必须要靠 刚才我讲的 你必须要修气 修光 跟你的本尊能够完全合一 那么合体了以后呢 你跟佛合体 你悟到佛的道理 也能够跟佛一样 解脱成佛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无生无死 当然有一天啊 你这个弱体坏了 你的光明生出来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无生无死 如果你没有修行密教 那你就是吃米吃饭 吃米吃饭 吃面粉吃面包 好了 你吃到最后呢 这个物质的体坏了 你身体已经老了 腐朽了 坏了 你倒下来了 你终于 终于死了 你剩下的东西啊 没有气 没有光 没有光身 没有气 也没有光身 你吃的只是物质的一种气 这一种叫做中阴身 就是灵魂 那么你必须要在另外去找一个物质的身体 合体 合体 刚刚你去看啊 到处飘啊 飘啊 飘啊 突然之间你业障好一点啊 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不到地域去啊 你也没有做什么善事也不到天堂去啊 那你就是在这个人间飘啊飘啊 看到你有缘的父母正在合体 那你一进去 那你又成了一个baby出来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又要来人间做什么 又要享受经济衰退啊 享受人间的这个恩爱情仇啊 勾心斗角啊 政治斗争啊 人际之间的这个职业的 职业的一下子你求职有的职业你高兴啊 被这个 这个一下子fire你就又不高兴啊 那一天到晚在那边高兴 这个喜怒哀乐 通通在你的人间里面产生出来 你又不知道修行 不懂得修成光身 你又是只有一个物质身 那死了又变成中阴身 那中阴身又要去找啊 找你的父亲母亲合体 你又赚又赚出来 那你又是一个baby 就这样子就是在六道轮回 这样子还是好的哦 有的人哦 在人间做了很不好的业 他就到畜生道去 到恶鬼道去 到地狱道去 那你造了善业 那你造了善业就到天道去了 就有一点神气 那不然呢 你就是中阴身 道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要修行 就是要生死了了 烦恼断了 从此以后你不再有生死 你到了清净的佛国就没有生死 你甚至可以这个马上的修密教 你可以寄生成佛 佛生就是你生啊 你就是佛生啊 你就是佛啊 昨天很多人拿这个开悟的单子给我 就是我就是佛如来就是我 这个我已经讲很多遍了 你们不用再讲了 我已经讲很多遍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修行 你原来的佛性就一定出来 那么以你的佛性直接去成佛 你就是佛 那你如果不修行 还在二一天作五 三一三十一 三一多少 不是啊 我是讲打算盘 打算盘 二一天作五 红二进一十 三一三十一 三二六十二 这是算盘耶 你懂不懂 你以为我只是小鞋的程度 这是算盘啊 这是我们打算盘的算盘 打算盘的这个新算以前鞋这个算盘的时候要打的 你们协算盘的人就知道啊 其实没有算盘 但是你锁拨一拨你就知道多少 这是新算 有算盘的时候你打算盘你知道喔 这个五加六等于十一 对不对 然后又有加减乘除嘛 然后打算盘它会 它会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在打 其实当没有算盘的时候你 观想成为有算盘 手算一算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新算 这个就是新算 所以他们写新算的人只是手在那边这样子 那个好像那个老师在测验新算的时候在上面写 52加63加108加72再加加43再减51 再减多少再减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再乘多少再出多少 其实他的手只是在那里这样子动动动动动 老师一讲完黑板上一插答案马上就出来 那是靠什么靠两只手在那边打算盘就出来 就是心算 就是心算 现在的现在很多的那个好像是说东方的协同也会 我不知道西方西方的这个协同有没有协心算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只要两个手指头 就在那边打算盘 加减乘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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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心算 所以你要解脱成佛啊 解脱成佛 解脱成佛 是加减乘除啊 你上天堂是加减乘除啊 你下地狱是加减乘除啊 我们修密教是开根号 开根号 你们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加减乘除是小学 小学你就要学 几何就是人生有几何 你要写几何 到了大写你要写微积分 对不对 有方程式 又有方程式 要写微积分 要写数学 数学到最高了 就微积分啊 还有这个解析几何 我们以前写过解析几何 微积分 那个写这些东西 那么修行也是一样 加减乘除 开根号 方程式几何 解析几何 微积分 到最后算出来 你成为菩萨就是菩萨 成为佛就是佛 你下地狱就下地狱 上天堂就上天堂 就是靠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还是要一一理解 你要理解密教 懂得如何的修行 但是能不能给你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